台湾人非常爱吃海鲜 根据联合国统计 国人每人每一年食用了34公斤的海鲜 是世界平均值的两倍 然而你有没有想过 您吃的有可能是血汗海鲜呢 因为这些美味的海鲜 其实是由如同奴隶一般的鱼工所抓回来的 台湾从1990年代开始 因为船员短缺而引进了中国鱼工和东南亚的鱼工 不过他们的处境不断的引发人道质疑 尤其是远洋渔船一出海 动辄数个月甚至是数年都不回港 政府公权力难以监督 也因此鱼工受虐斗殴 以及海上碟写事件时有所闻 那么到底这些鱼工面临的是什么样的处境呢 我们带您实际了解 郑德信888号 请问船上有收到吗 收到是哪 新加艺兵库草间人命 农委会杀人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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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啊 衣服 衣服 对 你们自己选 刀子小心喔 刀子小心 好了 不要通通开啦 李丽华像个大姐姐般亲切叮咛着 这是她为东南亚渔工争取的 冬衣捐赠活动 今年迈入第五年 开心地试穿衣服 这个冬天 台湾人的爱心再次温暖了他们身体 但却温暖不了他们冷峻的处境 印运工斯拉曼带我们到他工作的船上 不止出海期间回港后 渔船也是他唯一的住所 像斯拉曼这样 在严禁海渔船上工作的外籍渔工 全台有一万人 他们属于境内聘雇劳工 兽劳机法保障也享有健保 不过许多保障只看得到 却吃不到 就像刚实行的一粒一休与加班费 我工作差不多有点几点的未来 从早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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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早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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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早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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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早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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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早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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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早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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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效 Bus Simon encl.com 长河手头 早上早上早上 срав cette situation 最近勞基法加班費到底該不該算 船東與勞工爭執不休 絕對沒有辦法完全是用勞基法 第一個你公司就沒有辦法配合 你公司包含你休假 我們一條遺產出去 從來沒有什麼休假不休假 可是在法律規定就是說 你在船上雇主 有指派的權利的時候 你就是在工作的時間 因為你離不開 不能離開那個工作場所 公會主張只要待在船上待命 就是上班 以餘工一天工作16小時計算 一個月薪水與加班費 理論上是五萬多元 但實際上領到的卻是法定最低工資 兩萬零八元 儘管有爭議 但這爭議卻是幸福的 因為在遠洋漁船上工作的 境外聘僱秘工 根本被勞基法排除在外 連個勞動保障也沒有 遠洋漁船每次出海 就是數個月到一二十個月 這樣長時間的苦勞 一個月薪水該是多少 政府沒有規定 但有個建議薪資 譬如說我請印尼的 以前只有規範說 對方能夠接受的國家 這個國家能接受的 或是什麼 大家公會 大家討論討論 就是說大概你們最少都要 三百五到五百或六百這個當中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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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是給印尼的中介 給印尼的中介 那這個呢 這個呢 這個是膚淺 那這個呢 process表現呢 這個也是中介啊 Cutacho就是境外聘僱的遠洋漁工 2012年的薪水顯示 他月薪不但只有一百六十塊美金 前八個月居然實領零元 零元是勞工還是奴工呢 兩國的政府配合這些兩邊的仲介 配合這種漁業單位 縱容他們這些人這樣子 畜奴的狀態是非常的可惡 台灣漁船聘僱長期存在兩套標準 沿淨海漁船上的境內聘僱漁工歸勞動不管 最低薪資兩萬零八元 遠洋漁船上的境外聘僱 則歸漁業署館 沒有最低薪資規定 說白了就是薪水無下限 一樣是在船上討生活 這些外籍漁工又何苦選擇 沒有保障的境外聘僱呢 經外聘僱能立即上工 學歷要求低 仲介費也較低 這些優勢條件吸引著 急於賺錢改善家計的人 誰會去拿命去跟大海拼 然後到海上去搏命 去養家活口 其實就是別無選擇 走投無辱最弱勢的 完全可能他在他們自己國家 母國裡面都是最最最底層的 最弱勢的人卻最沒有保障 這會是什麼處境 首先我想跟大家講這個答案 我做到這個照片的時候 我真的非常非常傷心 簡陋的紙板上寫著每天工作19小時 有時還吃不飽 最後黑體大字寫著救救我 來台近20年的阮神父 電腦中有著許多越南漁工求助資料 另一份檔案是一位在遠洋漁船上 發生職災的阮先生 希望神父幫他追討薪資 當時他是靠近日本所以送他到日本去 在日本得到這個治療 但是還沒有好的 就被送回去越南 好像人是像一個工具 沒辦法可以付出賺到錢的話 就把它就還給這個地位還給助金 這份檔案封面剛被標註了結案 然而阮先生還是沒拿到薪資 因為他上船及下船都在國外 漁業署根本沒有他的資料 而一個不存在的人 又能主張什麼權益呢 去了哪裡 如果沒有漁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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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要去泡 就要去泡 如果一年沒有 兩年也沒有 就要去泡 就要去泡 全部這樣子兩年三年 三年 除了 在那裡 有很多船 就不知道 要是一年還是二年 我們不知道 如果沒有漁業 就要去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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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家爾曾是遠洋漁工 在太平洋捕魚三年 當初他被半哄半片上了船 這是遠洋漁業 存在更黑暗的人口販運問題 他三年間音訊全無 宛如人間蒸發 我父母和父母 都不覺得 我沒有事 有父母 都會哭 也會忍耐 也會忍耐 他的父母 都會忍耐 幸運的法家爾平安回家 領到每個月 兩百美金的薪水 不過他不知道的是 其實他應該領到一倍半的薪水 三百五十塊美金 其中餐額已經落入了 人口販運的仲介口袋 據報導披露 漁船船主轉走簽證漏洞 為了不讓漁工下船 雇主特意不去申請工作簽證 依據美國美中經濟安全審查委員會調查 在台灣漁船或台灣船東 經營的漁船上工作的外籍漁工 人數多達16萬 這也意味著高達百億的仲介大餅 而全球漁工仲介 更是千億以上的肥美市場 遠洋漁船 常年在國境之外 各國對漁工來源監管不足 許多漁工被騙 挨餓 受傷 甚至有些被性侵 或受到死亡威脅 2015年美聯社 就揭露美國販賣的海鮮 來自緬甸漁工 更拍攝到這些漁工未出海時 竟如同狗一樣被囚禁在印尼島上 在小島上還有一處簡陋的墓園 埋著數十名死亡漁工 墓背上面刻的甚至不是他們真正的名字 更可怕的還有漁工疑似 受命至死的情形 竟如同狗一樣 也是無法活著回家的 漁洋漁工之一 2015年 他在屏東漁船 扶刺群號上工作 卻被活活虐死 李立華拿到同船漁工 錄下的證據一片 也兩度前往印尼追查真相 船長還有其他的印尼同胞都虐待他 經常打他的 用那個魚鉤打他的頭 或者是魚球 而且他簽的那個勞動契約 我相信他應該會有很大的壓力 他根本就是一個賣生器 如果你偷懶或者是 或者是你沒有做滿兩年的 把證金被扣以外 他的家人還會被告 然後他還要賠償一千塊美金 他怎麼付得起啊 他有三個小孩要養 所以他就忍耐了 你怎麼打我我還是得忍 可能感覺到自己沒有辦法 他就說 兄弟 如果我沒有 沒有辦法回家 你帶我回去 好 等一下 今天整個社會走到這裡來 環境生態的部分 大家非常能夠理解 那對於海上比較血汗 腦洞的部分 大家就很少看到 就看到海鮮 沒有看到海鮮背後的這一些 被剝削的外籍漁工 從1990年代 政府開放大陸 與東南亞漁工來台 但二十多年來 對漁工人道處境的改善 卻緩如牛步 沒有決心啦 沒有決心 然後利益就太 利益的很 很龐大 打那個人權就打掉了 境內的漁工 勞動部一定要有個政治者 政治決心來解決他們的問題 然後境外的漁工 讓他們進入這個勞期法的保障 也可以考慮定一個專法 那這個專法顯然 必須是因為它的風險更高 所以我們應該高於 這個一般勞動所規定的 那再定一個特別 更能夠保護到他們 這個生命跟職業安全的 作業環境的 這樣的一個法令 他們只是個平凡的父親或兒子 回抱著再普通不過的夢想 我們參桌上的鮮美海鮮 該怎麼去除血汗的苦味呢 我叫做天馬國西亞 我叫做家裡 為我的家人 我叫做家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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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叫在家裡 我叫做家裡 我叫做家裡 我叫夢想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